宋大伯今年61岁 去年9月他来到杭州香润物业有限公司做保安 工作地点在萧山区宁安路上的逾越国际公寓 他跟公司签订的是劳务合同 宋大伯说他就这样做了四个月 今年1月在运垃圾的时候不小心受了伤 医院诊断为膝关节扭伤膝半月板撕裂 宋大伯现在走路还有点一瘸一拐的 现场有一位保安也在运垃圾 宋大伯给记者看了之前的物业经理 与他的聊天记录 对方说可以看看能不能保险报销 之后就没有回音了 宋大伯说现在这位经理也换掉了 小荣物业公司是一分钱没有给我 六次报案了 来一次提皮球 记者注意到宋大伯的劳务合同中写道 乙方在提供劳动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 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甲方乙方之间不建立劳动关系 雇佣关系 劳务派遣或类似关系 不对乙方进行管理 不对乙方承担劳动法上的义务 不适用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工商等任何社保待遇 宋大伯说他眼睛老花 签合同时没认真看 也不懂这方面的知识 现在物业不仅不赔偿 还把他辞退了 为什么叫你不要买 他就没有说出个条件 也没说是因为什么 现在我的诉求就是 给我三个月的工资不长 给我的医疗费报销 我的要求并不高 我们跟他就是那个劳务关系的 他说里面有一些条款不平等 这个我们没必要接受你们的采访吧 经理在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后 还是出来说明了一些情况 他可以去医院拉完整的工资证明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该怎么排查的话 该怎么排查他 但是的话他一会说是他摔伤的 然后一会说是巡逻的时候 一会是说晕垃圾的时候 一会也说是下楼梯摔的 所以我们这个也不确定 他到底他这个是怎么 怎么弄伤的 是的 那你们这边可以查一下监控吗 监控的话查了 但是他没有查到他那个 他其他的都是正常工作的 其他的同事也去年年底的时候吧 应该也有知道他的话 可能的话前面是有脚有一点点伤 可能就是走路不太方便 我也不是说脚有一点伤吧 就大概是这个 之前脚有受过伤吗 没有 经理说没有查到宋大博受伤时的监控 不能确定就是工伤 不让他继续干 是因为受伤没法工作 他做的不是保安的工作吗 他为什么说什么垃圾啊 越垃圾啊 什么话 垃圾啊 拆床啊 因为我们 门位的话 因为我们这边公寓出租嘛 有些的租客可能不要我们的船 然后的话我们大叔搬一下 然后如果搬船店啊之类的话就是肯定有两个人一起的 那时候木架子船之类的话可能有些人他那个就慢慢搬一下 这个前面的话也都有跟他说 他统应了这个事他才会来这边上班的 公司意思是给他赔偿那个五千块钱 就补偿五千块钱的那个差不多损失之类的那个 宋大博没有接受 文经理提到宋大博还做出了一些过激的行为 把我们公寓的那个大铁门的店给关了 然后限制我们这边人员车链的进出 然后早上的欢迎我们干去了干去了摊派出所嘛 上车之前他还在那里骂人 的确是人受不了了 我就收下报的金 然后才提提店 你骂人了吗 骂人了 那我肯定骂他了 他做事做得太缺带嘛 宋大博决定先走劳动仲裁试试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律师认为宋大博已经超过60岁了 一般可以认作是劳务关系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是工作原因受伤 就很难认定为工伤 如果是工作原因受伤 还需要根据过错来认定责任 另外在合同中提到的 乙方提供劳务期间 如发生人身或财产损害 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 甲方不承担工伤或其他赔偿责任 涉嫌违背公平原则 可能会被判定为无效条款 有88黄剑记者报道 如幽黄剑记者报道